因为尼泊特台风风灾 造成台东县招牌广告严重受损 甚至是倒塌 目前仍然是有千面以上没有拆除 考量店家目前找不到厂商师做招牌的重置工作 而且破损的招牌恐怕会有再次受创的危险之余 县政府动之第一预备金300万元 并且在8月26号开始执行了拆除作业 尼泊特风灾过后对台东市区的广告招牌造成很重大的塞害 那么可能商家因为雇工不容易 有一部分一直延迟到现在都还没有进行修复的工作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其实悬挂在那个地方是有危险性的 所以我们在之前发了挨家挨户 发了这个通知希望他们能够限期拆除 那不然的话就是由县政府今天开始 要为期45天 我们预计要在市区几个比较主要的街道 可能要拆除1000多面的这样的危险的招牌 广告招牌 县长黄敬廷也特别前往中华路一段476号视察 他也表示未来希望市招更有设计感更安全 那大家对重建之后的市区的市容其实有很大的期待 那我们其中很希望这个广告招牌能够是更有设计的美感 然后更安全也同时要更符合原本就有的法规 平面的能够多大 测旋的是需要在多少公分以内 这些本来就都有规范 那么我们也要在这一次开始 就要很严格的来执行这样的一个法规 民众要挂这个招牌 其实是需要来跟我们申请 跟县政府申请 那如果在一定尺寸以上 甚至于还要申请杂项执照 那这个我们从现在开始都要严格来执行 另外为了重建美丽家园 让台东的街道招牌警官更精致安全美观 县政府也会落实招牌广告 以及树立广告的管理办法规定 并且来订定台东县招牌广告奖励补助作业要点 希望民众都可以一起来让市容更美丽 当代宣布温格在台东市的此番报道 好 针后来说出发 avinc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